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工錢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熔鑽結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低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低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超低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贏債拐點 10萬訂閱 就差你一個 抓趨勢 贏債拐點 歡迎收看邏輯博弈 我是理財收看副總組 林修波 那麼在我們的那個均線的口訣裡面 有一句話就是這個十字均線 是莊家的一個成本 那麼你如果跌破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不破不走人 那拉回如果有撐呢 是可以做一個加碼 那昨天的時候的這個跌破 昨天這個這個時候跌破呢 我們在這個群裡面 有放了一張圖 昨天的一個位置 昨天的時候這個是30分鐘圖 26號 9點鐘 9點鐘的這個截圖呢 那我就把它給截下來 因為這一開盤呢 就往下 然後這個 這是30分鐘的K線圖 那30分鐘裡面的K線圖 這一個黃色的這一條 它是60 是60的這個MA 然後這個 藍色吧 藍色的這一個呢 是20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那麼 基本上在圈起來的這個位置 我畫了這個箭頭這邊 它20 小於60 這是均線的一個部分 這邊 這裡就寫了一個 月線如果走彎 在30分鐘的K線圖裡面 20的這個均線 它如果是一個下彎的一個情況 那這一波呢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在昨天的這個9點鐘的時候 跟大家做一個這個分享 你會問到就是說 那我怎麼樣子知道 它是這個 日K線上面的 日K線上面的這個20 它走彎 還是說分時圖裡面的這個20 它走彎 就會有效 那這其實 應該怎麼說呢 因為它這一次是一個KD動畫 它拉的比較緊 如果一般來講 你會有那個時間 等那個20均線走彎 為什麼 因為它這裡正乖離比較大 有沒有 這個均線跟均線之間的乖離比較大 那前面這邊呢 前面這邊基本上 它就已經是一個焦灼的 它已經在一個區間橫盤了 所以你這個20均線 一走彎 基本上跟的行情也差不多 但是你只要 稍微波段的距離 拉的比較遠一點 均線是開的 那個會有正乖離之間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呢 要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情況之下 它有一點點小複雜 所以呢 基本上你就是先背的這個口訣 口訣就是呢 在這個十字均線 它就是莊家的一個成本 那莊家呢 跌破了嘛 所以它莊家就走了 那走了呢 那你當然就是 也要跟著 這個走的部分 那給你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30分鐘的一個均線 它這邊有出現到比較明顯的一個訊號 20 然後呢 這個交叉 這個60 這邊呢 做了一個死亡交叉 然後這邊就 就下來 這是在我們均線口訣的部分 會去實戰運用到的一個部分 那現在呢 現在的一個情況就是 KD的動畫 它這個修正 在修正中 盤中的這個 直播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享 它先前的時候 曾經有出現過 來到了這個50 來到這個50的時候 然後呢 做了一個反彈 那麼這一次呢 有沒有機會 個人覺得 這個力道會稍微小一點 我覺得它這一次 會比較用力一點 就是 直接來測試 這個上升趨勢線 11月以來 去年11月以來的這個 上升趨勢線 跟季線重疊 所以我 就收盤的角度 我覺得它會 直接來下探 來測試這個部分 換句話說 這禮拜剩下的三個交易日 就 還要再辛苦一下 還要再辛苦一下 那 你們 會問說 要辛苦多久 那麼今天的標題就是 還有兩週嘛 這個 7月中旬的時候呢 MD的這個 執行長 他會來台灣 做一個發表會 那局勢呢 大概就會像這個 六月份的時候 六月份那個 黃仁勳 來台灣 然後 AI走一波 那這一波等於是 先走 然後後來再減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邊有一個 比較 直接注意的部分 就是說 這個兩週 除了是 題材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在技術面上面 你可以明顯的看到 就是 今年 應該說 從 11月以來 11月以來的這一個 波段裡面 他總共出現到 三次 包括這一次 第四次 三次的這個 KD動畫 那這個強勢的動畫 過程裡面 這一個 拉回20天 這一邊 拉回19天 然後 這裡呢 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對不對 這邊還有一個 要從 這裡開始算 所以 這裡是一個比較不規則的 這個在盤重的時候 我們有跟大家提示到 那這邊也是20天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次的規模 KD的這個規模部分 也差不多 這是比較長時間的一個 一個 動畫 所以我想 如果比照前面 19到20天的話 那麼現在就已經是 去掉5天了 所以剩14天 14天呢 那 如果再配合這個 AMD 執行長 這個 蘇之鋒 他來台灣 的話 那我想 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扣掉 扣掉 等於是7月的這個 公布營收 把它給公布完之後 然後呢 就可以開始 這個 行情 所以 這一波的這個 修正的過程裡面 可以 感覺到 這個 就是 投信 他就比較 賣的比較兇一點 但我懷疑啦 我懷疑 這個部分 有一些是這個 政府基金的代超 我們先講過 17,600點 這個位置呢 是四大基金 他 成本的地方 等於說 打平 那麼 不排除啦 不排除 有一些股票 他可能 有賺錢 然後 就 出脫 所以這一波的這個 投信這邊呢 他賣的蠻 蠻用力的 可以感覺到 安嫂 他大部分都買啦 然後 這一波倒是很用力的 賣了一下下 單日29億 將近30億 然後這個 有一個是 56億 單日的賣超 還有一個是 單日的41億 所以他這幾天呢 其實他都賣的 賣的比較多 那 外資的部分呢 這兩天才 才跟上來 等於是這個 端午變盤之後啊 然後發現到 說 局勢的發展 不如預期 這兩天呢 再做一個賣出 但他這個 這個賣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因為 以前呢 像這種走勢的話 外資他賣 可能不只370億 甚至呢 他會在期貨這邊 做一個空單 但這一次呢 他轉多單 被套住了 然後有認賠了 大概3000口 大概3000多口的 這個 那個多單 可是他有一萬口 如果照這個局勢喔 就是要讓外資喔 輸得趁口 那 那我想呢 就 這一萬口 大概就會一直一直往下賣 那就一路往下那個了 所以他 他還沒有全面的看空 那因為 那我剛才就講說 那外資呢 還沒有完全的看空 會不會自立救濟 沒有 我的意思是喔 外資看錯了 然後呢 上個月呢 被他修理的很慘嘛 拉高結算 然後一整個月這樣子 拉上去 狠狠的賺他一波 那這一次 這一次喔 有一隻看不到的手 要修理外資 然後既然外資你轉艙轉錯邊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不讓你跑 所以我會猜測喔 就是 往下 一口氣往下 然後呢 到季線 不排除喔 假跌破一下 不排除 然後再往下之後呢 這個他的一萬口 旗子多擔喔 也認了喔 也認賠了喔 然後再 再開始拉 我想法是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對不對啦 因為我們這 你也知道 我們就看圖說故事嘛 對不對 這個 漲的時候說漲 跌的時候說跌嘛 那 就聽聽就好 那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外資套出了 所以他 不讓他跑 反正你就已經減碼了四千口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讓你繼續賠 等到你殺在地板之後呢 再給你反彈起來 所以我是 蠻堅定的 就是 按照我以前喔 這個 因為從有期貨開始喔 我就 腦子裡面都有在 統計這些東西 因為我做研究的 在那個券商啊 從一開始我進入到期貨部門 然後就說這個 那個marking list 這些的事情喔 所以 所以 就統計 腦子裡面有很多資料 那所以這個就是 我會覺得他是這一段 就是說 外資他轉多單 但是不是喔 一年十二個月喔 總會有那麼幾次喔 是一個區間正大 那 這個是 就是四月份喔 四月份的時候 就是 這是五月 五月的合約喔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喔 就是 先跌下去 然後又反彈 所以多空多來一次 但 有的時候他會是 回到起跌點 但這一次沒有喔 那 也還可以啊 總之他就是 一個月對半喔 那 那這樣的話我 我會覺得說就是 轉倉之後連跌兩天 那就當你下去吧 啊 然後呢 再空頭爽一次 然後多頭再 彈平一次喔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所以這個盤 今天的這個賣壓喔 其實在盤面上來看的話 會覺得很重喔 會有這種感覺 但但是賣超喔 三大法人的賣超 沒有很沒有很大 所以有三大法人以外的這個 這個這個賣出的一個部分喔 這是這是你看到這個跌的比較多 然後在這個十大期貨的交易人的部分喔 嗯 前五大 還有偏多喔 前五大的部分喔 還有多單 你看他前五大還有多單嗎 但前十大喔 前十大這個這個這個多單呢 已經快要差不多 而且今天賣蠻多的喔 然後都都已經快要幾乎到底了 對不對 這多單沒有沒有幾口了 就是六百多口四百多口這樣子喔 幾乎等於是沒有了喔 那換句話說 有我們有一股看不到的力量喔 正在這個這個這個賣出了喔 那既然他要賣這種的一定都是跟結帳啦喔 季底啊季底的時間有關係 所以就大概還有三天了 三天的一個一個部分喔 然後因為這個盤的部分喔 它是一個對座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對座 你看今天的這個 這是今天的資料吧 你看很明顯 技嘉投信大賣 你要知道這之前是投信買上來的喔 這翻一倍了 然後現在呢 現在是倒給外資 那外資也是接的不亦樂乎的喔 所以我跟你講喔 外資也不是吃素的 他現在呢 看起來好像是賠錢喔 那他將來會會十倍奉還 你怎麼樣對我 我就怎麼樣對你 那我們這些本土法人 本土法人說 那過去的那幾十年 你就是這樣子對我們的喔 那我們現在也學乖了喔 所以這個就 我覺得他還沒有啦喔 那這幅度還可以 這這幅度其實 都還在一個 可以接受的一個範圍裡面喔 那因為他這個走勢呢是 就是有一點點喔 我們說什麼上升線 這個旗形也好 那或什麼 反正總之他就是一個喔 這個高點喔 有畫了出來一個軌道線喔 這種的拉回都會比較明顯一點 我曾經在這個直播 講過好幾次這種形態嘛 特別在期貨的分時圖裡面喔 那那個疊起來那個喔 然後自由落體一樣 就會疊得蠻快的喔 那這是一個喔 然後再看 這邊也是對座滑琴 主戰場就是在電腦 因為到時候AMD女王來 他也是一樣啊 還是講AI嘛 那AI還是講這個伺服器這一塊 所以我們要先把伺服器這一塊給搞定 你會看到說他籌碼其實 有在跌啦 那因為那KD指標就上不去啦 所以他有一個修正 那可能會覺得說好像跌很多喔 但其實還好啊 我會覺得說就 整個K線圖的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這都是可以容忍的範圍 你看這一根砸上去 那這一根一定有人追嘛 那追上去之後發現說 欸怎麼樣 吐回去 對不對 那這都必然的這個成本都是這樣子喔 那你說偽創 偽創人家 人家憲真啊 人家就長得很白了啊 我就要200億啊 那我要200億我要定價啊 我現在還在送劍中而已啊對不對 搞不好劍都還沒送出去 那然後 然後金管會還要在省啊這些 這需要時間 那他要坐駕 所以你賣你的 那問題是我不讓他跌啊 你看這對坐 然後這個一樣也是對坐 可是他就是不讓他跌 所以就PC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都還好 今天的廣達一開盤喔 就好像就7塊錢了 跌滿重的 跌滿重之後 開盤就是低點了 然後就就開始 你看這個他他都不是實體喔 雖然他有跳空 然後跳空呢他缺口 缺口是把封閉掉 但他還是有還是有缺口 這個是封閉型的這個缺口 那 可是他的實體呢 實體是一個收斂 他不是那個實體黑K喔 他不是喔 然後你看看這個籌碼部分 跌下去 這小買 這是買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正常的這個結帳 再加上這個技術分析的這個過熱 指標過熱嘛 修正 但是他看好的部分還是一樣 那只是說ETF就這樣子啊 他跌就是要要出了 甚至他恐怖平衡嘛 你如果仔細看什麼00878 0056他們那個電腦的持股 都是7% 8%的那種水準對不對 那當然就想說 就心裡面打那種壞主意了 想說大家都一樣 那我漲也一樣跌一樣對不對 那我呢 來結帳 我剪個1% 你還是一樣沒有剪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績效當然會比較 沒有剪的績效就會不好 這種小揪揪 每次到結帳的時候都會有 那我是看的很平常 反正就是一陣子一陣子 那7月一到 你會發現說那個盤又好像熬很多了 所以我會這樣子想 就是說站在技術面的角度 這個盤如果要反彈 我們就要比照元泰 那元泰呢怎麼樣 元泰就是 一開盤就 用力的給他砸下去 那砸下去之後呢 那這個搭共識就來了 那季線季線就把你買下去了 對不對 就上來了 那你說這個好像也還還好對不對 沒有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 牛不去去 就要抬抬了 就這樣子吧 然後30號嘛 30號你那個長榮對不對 那長榮人家要除息70塊 變80幾塊 對不對 那我想這一開盤 大概 因為剛好配合著這個指數這樣拉回 他也在低檔 我想 我就想 就會很衰虧了 就開低走高這樣子 那講是這麼講 那實際怎麼樣 我們也到時候再看 對不對 好我們再看這個 我們看一下籌碼表 看一下外資今天賣什麼 台積電 日月光 中芯電 你看這個 偽創 跟這個世新 兩個 我會覺得 偽創加入到世新的這個私募 說不定 說不定喔 世新呢 也會 參加這個偽創的這個獻增 變割量好這樣子 當然 但這兩個呢 反正都是股本膨脹 所以他們就被賣了一下 然後這邊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高麗 高麗開下去跌停板喔 然後反彈又跌停板 那這個就有點用力了 然後 短線上這個就是要做整理了 這個大概就跑不掉了 然後 長榮 廣民 廣民的部分 跟另外一個三商店喔 都是昨天漲停板的股票 然後今天呢就跌下來 所以他這個 在告訴你說 市場的信心 就已經不夠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短線上面喔 會比較辛苦一點 這個告訴你說 短線的都要縮手一下 因為你很難喔 就是連續性的漲 這在告訴你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 他賣了這幾個 台積電然後 然後連發科 還有一個紅海 那三大全子股都賣喔 所以 今天的這個指數 就看起來比較差一點 但這也在講一件事情喔 我懷疑喔 他後面的那個 旗子的多單喔 可能還會再繼續的這個認賠 我猜想這樣子 那總之喔 認賠到那個 到0的時候 大概大概就會被 被買上去了 大概這樣子 他買什麼 買這個AI啦 所以他他已經瞄準了 這個AMD 女王要來了 廣達 然後齊鴻 齊鴻這一波 投信賣得很兇喔 可是 外資也買得很用力 這個 這個 這個太 這太為難我們了啦 我們到底要跟誰 他就跌啊 跌我們就跟那個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AI 又不是短期的趨勢 對不對 這個很難講 所以我覺得 可能大家要且戰且走 就是我意思是說 他可能要某個地方的時候會有支撐 支撐的時候還要再走一下 喬威 這個喬威 這個喬威 我們媽擠80塊 這個算得很準 這個抄出去 這都正常的啦 抄出去 那這個拉回 所以80塊就得該賣 那這個要 很有很有自律喔 那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投信也買 然後外資也買 全部買基本面 因為那個廠喔 就是產能有出來 所以他這個 就業績的角度喔 會好 會好 所以他們買的是業績 不是買技術面 這個你必須要認清楚 他這些都是在買這個技術面的 基本面的部分 光寶這也是 這個AI的電源 電源那個供應器喔 那個數量也會變多嘛 對不對 創意喔 然後 你看見準 M31 窗湖 這一掛全部都是跟AI有關 山陽工業 等於是好的股票 這滑行光也是啦 CPU嘛對不對 光模組 光模組的出貨量會變多了 滑晴 音業達 所以他一整掛全部都買這個 所以 我們方向沒有抓 抓的就是 差不多的嘛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等 這些的 這些的AI股 這一波漲多了 沒有跟上的 然後呢 還有一次機會 所以你 不要去管市場喔 他他要怎麼賣 那個是 結帳的 等到你7月一到 你會發現 那樣多好啊 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那個 比較先 先那個 先拉回的這一個 先拉回的這一個 連勇喔 然後 外資喔 不是投信喔 賣的一套拉股 然後外資買買買 然後大摩居然跳出來說 說那個不好 說不好的意思說那個極單 是因為人見度不高 所以 撐到最後一刻才下單 這不是真正的需求要回來 他的觀點 我認同啦 我認同 我問你是 你這個 口閒體正值啊 什麼意思 就是喔 想要買 我們去買喔 對不對 我們想要買的人都會殺價 會陷害喔 這是買貨人 對不對 我 我覺得 他講的 他講的觀點 我很認同 可是他做的動作 怎麼這樣 但這不是 這一定不是說只有大摩 這是外資嘛 大摩只是其中一個 可是我覺得外資 他就是 他就要買 那你怎麼樣 那所以這個走勢喔 我看到現在 我覺得 投信他 他就是 漲多了他就要賣 或者說他有其他理由 那 嗯 我的觀點喔 就是說 賣到現在喔 好像賣不太下去 有一點點像那個聯電喔 然後那個聯電喔 然後那個聯電呢 這裡投信也是賣來賣啊 對不對 賣賣賣賣 賣賣賣也是上去啊 賣到最後 他又買回來了 喔 所以他賣他的啦 喔 我們 我們基本上喔 就是抓那個方向 就是今年喔 如果沒有AI的話 大家今天 很慘耶 就是一路空啦 空 都要空到哪裡去了 但是就是有AI喔 所以整個都改觀 喔 那既然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喔 嗯 就還是一樣抓這一條線 所以拉維還是買這些股票 所以他賣賣就讓他賣 喔 結帳這種事情沒有辦法避免 喔 這個都會遇到的 喔 然後 這樣子看的話 我會覺得 這個 當利空出來的時候 喔 當利空出來的時候 應該喔 就是一個短期的買點 喔 那至於現在呢 現在利空大家還不講啊 喔 在那邊拼命賣喔 那所以呢 等到他要買的時候 他就放利空 喔 到時候我們就來 就來那個喔 閉著眼睛喔 這個這個進場這樣子 好吧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就不用看了喔 至於這個生技的部分喔 生技的部分 我的想法是 嗯 他只是一個 階段的 如果說真的要的話喔 我會比較傾向就是那個藥局 藥局的部分 前前一波不是大家都談的很多嗎 對不對 很多這個 這個坊間媒體喔 各大的同行 都寫的噼里啪的 然後就是要就是說藥店的那個那個加速喔 比那個統一統一商店便利店喔 還要多喔 因為這個疫情啊喔 那後來就跌下來了啊 那當初說的有多好多好 都忘記了喔 然後你看到這些人都是出貨出貨這樣子 就是就是那個 嗯 財經雜誌寫的越多 然後呢 就當作是出貨文這樣子喔 一一路賣這樣 可是沒有賣下去耶 好 沒有賣下去 所以還是有那個價值啊 就是通路的那個價值 所以我在想就是這個如果要買的話喔 可能可能就就藥局喔喔喔 這個可以觀察一下喔 是這樣 至於現在缺藥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也我也不懂啊喔 不懂那些藥到底是怎麼樣子 那我只知道說缺藥了 那他們這個做技術線型的這個反彈 我也 我也ok 也ok 這個這也ok啦 所以可以蹭一下啦 就蹭一下 大概就這個情況 好吧 那實驗關係呢 就先分享到這邊 那請繼續關注我們 雄亥五名蝦 逮王不出名秀峰 我們明年同一時間再見 好 好